国务院总理李强18号在京会见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 李强表示 去年习近平主席同拜登总统在巴黎岛成功会晤达成重要共识 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 中美双方要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共识 推动中美关系早日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各国加强协调形成合力 要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巴黎协定确定的目标和原则 遵守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发达国家应给予发展中国家更多资金和技术支持 希望中美继续秉持合作精神 确保巴黎协定全面有效实施 克里表示 美中是世界前两大经济体和前两大碳排放国 美方希望美中关系保持稳定 愿同中方加强合作 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等紧迫的全球性挑战 全球的优属 and energ质序